習近平也見過他 很明顯的級別比他高 一般外交上很講等級 顯示中國對這次訪問相當重視 我自己覺得美國說不跟中國脫鉤 是說得好聽 中國不要幻想美國會放他一馬 所以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詩生和郝德 兩位我們上星期第二節的古壇思見 曾經訪問過詩生 關於教導女兒的心得 當時有封信給一個女兒 最後有一些刊物刊登出來 我們的同事幾經辛苦 在圖書館找了很多書 終於找到封信是2003年寫的 各位觀眾如果你有興趣知道詩生當年 究竟寫了什麼內容給女兒 你可以看看我們的連結資訊欄 我們會把這篇文章放進去 不過我自己看完之後 很多人都可以說說 我覺得如果你有小朋友或女孩 其實不妨讓她看一看 其實都相當有內容 是值得參考的 很多都怎樣看 很有啟發性 師傅先生也記得內容 記得其中一部份 我也不知道寫過一封的 今集開始說中美關係 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 剛剛訪問完中國 中間曾經有11個宗 和中共官員會談 跟過去來說很少接觸 過去幾年比較少接觸 還有多爭拗 似乎有一點不同 有人相信會不會中美開始 回去基辛格那種接觸的情況 希望大家互相了解一些衝突 詩生你怎樣看沙利文訪華呢 談了那麼久 會不會真的有些突破性發展 改變少許關係 而再為11月 大家預期的集敗會 去做少少鋪龍 我自己覺得雙方的態度 是有一定的改善的 如果你還記得有一個時期 美國是很想和中國的領袖 有得見面 有得交換意見 尤其想和國防部 那些人交換意見 當時因為中美關係相對差 試過在美國阿拉斯街那邊碰頭 當時中方的態度就說 你不要以為還可以居高能下 去指揮中國 亦都不要以為中國打不還手 所以當時就不是很幸運美國 而現在沙利文尼的級別是國家安全顧問 而黃毅會見他 折見好像有高低之分 即是和他會面已經足夠了 他現在是習近平也見他 另外國防部副部長 那個叫什麼我都說不出的名字 都有見面 這是習近平很明顯的級別高過他 一般外交上是很講等級的 顯示中國對這次訪問相當重視 總共和黃毅見面好像有11小時 不知見過五、六次的都 起碼別人花時間和你談 這個實際反映中美之間 其實真的不容易切割 有相關大家都有利益所在 因為中國的範圖範圍很大 之前美國有些中美關係 叫做Tamerica China和美國加上Tamerica 實際上真的很難切斷 但是我自己覺得美國說不和中國脫鉤 是說得好聽 其實他是盡一切努力 盡量在可以脫的地方 都和中國脫鉤 只要脫鉤對美國的傷害有限 或者脫鉤的結果 美國的傷害少 中國的傷害大 他都會和中國脫鉤 譬如華為的產品他不賣 又叫做盟友也不賣 杯葛你也不賣 晶片也不賣給你 美國總統曾經說不會聯同盟友去針對中國 實際上他是所有盟友五眼聯盟之外 你不約日本、韓國、菲律賓 他叫得動的都會針對你 所以只不過就是 又一部分暫時未設覺 在這樣的情況下 雙方其實我相信真的改善關係的機會是沒有的 只不過現在有見面、有聊天 起碼可以管控風險 即是一時不小心插槍、走火的時候 都可以立即打個電話 對不起,只是擦槍、走火 就不是故意射你 即是會禁止不讓戰爭擴大 等於我看法約 美國和俄羅斯都還有一些途徑可以通話 否則會看成烏克蘭是否可以用美國或歐洲 又被他的武器直接打到俄羅斯 這次在富爾斯克又用了 但可能立即有個電話來 即是在這裏 下次不會 或者說不關我事 我相信也會有 否則戰爭又很容易 由於沒有溝通而發大 我覺得中美之間有這些溝通 起碼我們不需要單身擦槍、走火 先生的意思是擦槍、走火 大部份都認為會在台灣海域發生 會否今次的訪談 或者見面都會針對這部份溝通多些 如果說台灣問題 美國都是說得很好聽 我們的政策還是一個中國的政策 不會支持台灣獨立 不會搞一中一台 實際上你說不支持台灣獨立 他沒有說出聲 但他是輔助台灣有獨立 不受北京影響 又賣武器給他 美國自己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政府 但一些中美洲、一些國家承認北京 他是假裝他 亦都說北京不要說到台灣那麼絕 所以他某種程度都是想維護台灣有一定的地位 以及他繼續在賣武器 越賣越多 在北京來說 也有提及 跟他說台灣是中美之間最主要的紅線 但是美國說我一向都賣武器 我和你建交的時候都沒有答應過你 所以台灣問題一樣是短期內不容易解決 但是是不是好像之前有些說法 說很快會打呢 應該不是時候的 先生 沙利文訪華 有人認為是幫習拜會鋪路 但其實去到11月的時候 拜登的任期基本上是結束 總統就未知誰上 你會否對新總統 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上場 你認為真的有些基本性的改變 會搞中國或者關係會有些改善 尤其是特朗普 我覺得中國不要幻想美國會 會放他一馬 最多就是在判斷哪些應該切斷 哪些還可以維持這些技術問題上 切少一些 可能還有機會 你和他分析 你切這些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不用這麼急切 但是如果那些是致命的 即是大陸叫卡撥紙的 可以卡到你的撥紙 會令你沒有氣頭那些 一定不會放你 所以無論哪個總統上場 先生 你都認為 其實變化不一定很大 這個是美國基本國策 而且是在全國共識度相當高的國策 有些美國政策很明顯分歧 特朗普贊成 不讓人墮胎 賀錦麗就覺得 女人應該有自己的選擇權 這些是難言不切 不過現在美國的情況 就是難言不切的議題 是越來越多 在這種情況下 選出誰 另一邊都不會妥協 所以唯獨是團結的地方 就是針對中國 所以變成美國選員 都是分裂的程度 震盪的程度 都會很大 上一次選員 都衝入國會 其實還有一批美國人 覺得上次是沒有錯的 我也認識有一些 他們仍然是華人 我也不明白 他們都會支持特朗普 也有很多 美國的情況 尤其是總統大選前後 應該會有點複雜 但其實美股近來變 即使有波動 都其實比較強 其中很多香港投資者 都很熟悉的股神巴菲特 旗下巴郡 近來市值去到1萬億美元 浩德你如何看传統股票 即巴郡屬於傳統股票 但市值去到1萬億 反而科技局有少許調整 是否傳統股票開始重拾這個升浪 巴郡其實是大家知道 不非特外投資 大家要記住他投資是甚麼投資 當然大家知道他有保険公司 也有很多銀行相關 能源相關 所以劇大部份投資都是傳統 以及是本土少許的企業 當然有些投資 很多美國公司都是跨國企業 但本身巴郡的投資 其實整體反映了美國的經濟為主 即使我們說 未來九月或一季有機會減息 減息的原因是因為 怕通脹已經受控 經濟開始有些下行的壓力 但整體而言 其實美國的經濟都是好的 所以包括相關的投資 其實是否不太差 我想是挺客觀的 所以相關這段時間 即使我們說Walmart 反映了美國本土零售的消費 美國本土零售的消費 其實也不太差 所以那些公司的股價 你覺得相對硬正是正常的 至於科技股又開始下降 美國的科技股 第一件事你明白 過去幾年其實美國的科技股的漲幅 其實是美股的運動力 一個重要的元素 我們常說美國的股票 有一段時間市風比較差 不是只股票也升 升得比較多是一些大的科技股 例如Regosoft、Apple 或者現在大家所說的AI 就是NVIDIA等等 這些公司其實也升了很多 當然近期大家看到 譬如我們拍之前一晚 就是剛剛NVIDIA 就跌了一成的 當然除了它本身升了一輪之外 當然有些新聞 譬如說會否有反弱的擔心 因為好像在晶片行業 AI晶片行業當中 其實它全都玩了 因為大部份的晶片公司 雖然嘗試跟它競爭 例如Intel或AMD上次跟它競爭 其實很明顯是不足夠的 所以為何大家覺得NVIDIA 是一間這麼好的公司 但始終這段時間 它整體的科技股 美國的科技股 其實你也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其實開始也不是一隻手 即使你吃著所謂AI的狼 所以另一個資本市場會擔心 就是整個大的圖像當中 就是因為有AI 整件事可以類比當年的手機年代 就是在互聯網年代 一開始當然要很快地建立很多基礎建設 在AI年代需要一些NVIDIA的晶片 在階段鋪完之後 其實可能就是第一個階段的PIT 就是對晶片的需求 就是開始短期建頂 然後可能相關的AI浪潮 就是到應用或其他軟件上的事 所以這段時間就開始這個市場就擔心 究竟AI短期來的晶片方面 是否短期建得頂 令到科技股的措施就沒有以前 那麼勇猛 反過來傳統美國經濟暫時 不是很大隱憂 那些仍然有定資金 但我不覺得美國的科技股完全玩弱 因為始終過去幾年 這是市場心理 大部份在哪裡賺錢 到最後再拿些錢去投資 他們都是想投回那兩量的 可能大家覺得估值也好 科技股 身份也好 人口可能會保守一輪 但整體我覺得 美國的AI浪潮 基本上應該就不太快玩完 不過科技股的喜好開始變化 純粹這段時間集中是 所謂的晶片 因為它交到盈利 而其他相關的AI浪潮 就是很多軟件等等 其實它們就沒有變軟 所以大家這段時間都蠻蠻蠻蠻 去買這些硬件科技股 聽我都這樣說 AI股被炒完 如果大家買了這麼多條件 就不需要太擔心 其他經濟話題我們在第二節再說 我們第二節再見 已經做了按揭的人 本來是減額不到它 都可以給它轉按 一轉按就是按新的利率 現在全然會減1% 你不要以為1%很少 我相信如果真的行的話 即是會 做得 短期NVIDIA 是未跌完的 因為有些跌口都未補 5月24日至5月28日 那個週末的裂口 這種圖案是很全球的 全地球都是這樣看的 村環區底就要散 散下來就不是一天半人 會繼續散 我昨天也有看同學去做淡的 至於什麼時候要做淡這些呢 我今次也會教賣 其實今次教很多東西 下面有個Banner 大家應該都看到的 2024美固貞局班的Banner 大家看到那個QR Code 在QR Code裡面 可以參與RSA 9月19日星期四 晚上7時半至8時半 這個Zoom Class 用網上 不用周期勞動 立即報名 有一個早料價優惠 大家可以留意 明天才不會有消息 就好 對 這件事 突然說得更好 最好 的 這件事 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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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